我自己感受過這種感覺 在 在 文字遊戲的操控之下 然後受到大量的輿論攻擊 謾罵 批評 這很像成千上萬的人 拿著刀 拿著劍 支著你 但你卻無路可逃 這樣子的心理壓力 讓我每天以淚洗面 但我卻沒有辦法出發 因為從來沒有人來問過 我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明明媒體就是具有話語權跟影響力 他決定了這個火苗 究竟是被撲滅還是被點燃 所以他更不應該去助燃 這個守門人的角色 應該要讓火苗熄滅 有點有理說不清 因為我之前自始至終 沒有出來做過任何澄清 所以這個東西要講 其實三分鐘都不夠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料到 我會講到情緒上來這件事 我應該要有準備 所以我會有情緒來了 因為情緒有來 你當被情緒就是突然湧上來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不知道腦袋 突然有點亂掉 那時候的情緒有點打亂我的陣腳 我當下才發現 好的 剛剛我們的阿妹 琪姐說 這個是閱聽者自己的選擇 可是你們不要忘了 給予的人是媒體 民眾他的所有資訊都來自於媒體 所以今天媒體 餵你什麼你就吃什麼 OK 好 那接下來我要來消費一下好評了 這個 燒殺石車撞飛的新聞 有點佔了好幾天的版面吧 那這個頭部重擊車尾全毀 我剎那間當時以為 我今天錄影看不到好評了 但還好 你只是被媒體標題殺人而已 你說媒體一定要這樣子 語不驚人 死不休嗎 對 因為他們為了要創造流量 現在的新聞其實早就已經成為了 一種 我是因為關心好評所以我點開 那民眾也許是基於好奇 所以點開 但我覺得這個好奇跟關心 它都是人性 人性並沒有錯 錯的是那個玩弄人性的媒體 那大眾跟媒體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在於媒體握有話語權 這個權力可以讓這個新聞爆還是不爆 要聳動誇大的爆 還是平淡樸實的爆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聽一下這個標題 金 他插進去一整頁沒拔出來 差點鬧出人命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會想到什麼 男生 想歪嗎 沒有 沒有 那你也是滿正直的 好 這個新聞內容其實是在說 有一個人因為插頭忘記拔 導致電線走火 然後把家裡燒了之外 還波及到鄰居 但媒體卻用這種自以為幽默的方式 報導出來 什麼叫幽默 幽默要對方覺得好笑 才叫幽默吧 他已經夠慘了 還要被這樣二度傷害 這證明媒體它不但具有話語權 而且它很有影響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站在 當事者的立場想過 今天一個標題殺人的出現 其實會造成大眾輿論的 往往不是真或假 而是鮮和辣 我自己感受過這種感覺 在 在 文字遊戲的操控之下 然後受到大量的輿論攻擊 謾罵 批評 這很像成千上萬的人 拿著刀 拿著劍 指著你 但你卻無路可逃 這樣子的心理壓力 讓我每天以淚洗面 但我卻沒有辦法抒發 因為從來沒有人來問過我 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明明媒體就是具有話語權跟影響力 他決定了這個火苗 究竟是被撲滅還是被點燃 所以他更不應該去助燃 這個守門人的角色 應該要讓火苗熄滅 所以我覺得人性並沒有錯 錯的是利用人性的人 霓瑄 你自己的感受跟故事 要講得很清楚 要不然我們不知道 因為你那個故事 你就說你很難過以淚洗面 可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原因是這一個東西 我的例子來說有點有理說不清 因為我之前自始至終 沒有出來做過任何澄清 所以這個東西要講 其實三分鐘都不夠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料到 我會講到情緒上來這件事 我應該要有準備 我會有情緒來了 因為情緒有來臨 當被情緒就是突然湧上來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不知道腦袋 突然有點亂掉 那時候的情緒有點打亂我的正腳 我當下才發現